岳云鹏 岳云鹏 谁给你弄这么一帽子呀 多好看 你都寒着死我了 还背这个书包 你都不如把这书包改帽子 绿帽子呀 而且你戴了那个帽子 就显得特别的可爱 我这个徒弟也挺多 每一个徒弟呢 风格不太一样 岳云鹏算是性格比较开朗的了 谁说的 你看我们都这么认为啊 我挺内向的 你这点随我 随我 我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但是今天我想 哎呀好谢谢啊 你们闹啊 其实说句良心话 你们应该晚一点闹 上来应该先给岳云鹏倒戏 因为就在这一段时间 岳云鹏家里呢 出了点事情 天有不色风雨 人有旦夕祸福 也不得不说 岳云鹏结婚了 谢谢 谢谢大家 岳云鹏终于 成人了 去了 岳云鹏了 那么此时此刻 我们想问一下 小影子心情怎么样 我感觉很心累 你终于长大了 所以以后 岳云鹏和你的太太 还有小影子 你们要好好的 各路 这么多年来 因为说象本身来说 它是心理学的一部分 要读懂每一位观众的心 我们才能把更好的节目 奉献给大家 也就是说 现在对读心这方面 多少为师 还是掌握一点点 你掌握吗 你心里怎么想呢 我马上就能把它说出来 所以这个 你一般做不到 你要到一定的年龄 和经验阅历 才能修炼成功 我不相信 看你这样 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虽然您比我年长几岁 但是您说的那话 我不太相信 什么叫年长几岁 你这说话眼睛还有师傅吗 我跟你一边打 好吧 好吧 你说吧 你想什么 我能看得懂 不能 你看这就没意思了 你也不是魔术师 你才魔术师 欺负谁的你啊 那张前看 现在集中你的意念 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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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个事情 我会把它读出来 想完了 想完了吗 想完了 你要干嘛 那我说出来 你就读不懂 读不懂了 我会有证明的 是吗 减肥 减肥 什么时候写的 什么时候写的 想 第二个问题吗 可以 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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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神奇了 还可以想 还可以想 那我能 难一点啊 也别太难 难一点 来吧 我能说吗 可以 我要开着汽车 上百货商店 买波罗蜜的罐头 回来摘着韭菜吃 吃完以后 我哈哈乐 你就不能想点别的吧 完了吗 完了吗 谁真是这么想的吗 当然了 读心术 不是闹着玩的 知道吗 这个这么多年的经验 阅历 包括与人打交道 所以才能锻炼成这样 你还年轻孩子 好吧 再来一个 不来了 来一个 来一个吧 不来了 你太神奇了 不来了 再来一个吧 不来了 不是咱们不还说 有一个眼睛大一点 那个 忘了 你看 对对对 还有这个 这都是我写的 朋友们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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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那 感谢观看